接下来我们即将透过一部影片 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 来介绍我们今天活动的主题 那么邀请我们现场所有的与会闺蜜 将你的目光来投向我们 四方面的这一个投影部幕 让我们一同来欣赏 高手市奥姿迪提姆VOTM的剪接影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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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现场的闺蜜朋友透过我们这个见解 就可以知道说我们这一次高雄市政府 以及跟我们的一共营造五分有限公司 一同携手来合作 这个非常棒的这个便民的服务 让我们的高雄市政更加的繁荣 那么有的朋友 以及我们的媒体记者朋友们 来说说几句话 来上海为我们致辞 那么首先掌声欢迎来自我们高雄市市政府大家长 韩吴吴云 韩市长 掌声欢迎 谢谢 我们是在我们最幸福的交通局政局长 还有社福书相关的首长 我们是在场的几位议员的秘密代表的助理秘书 还有我们刘理事长 谢理事长 还有所有相关出席的普通产工会建筑师公会的所有的好朋友 以及今天最重要签约的一共营造公司的零执行公司 以及一共营造公司所有的同仁 各位新闻界的好朋友 非常感谢大家 今天来参加 也见证我们高雄市政府交通局所主办的高雄市 是澳子迪亭武BOT案签约的意思 这几年以来 我们高雄市的民众消费力强 商业技能跟土地活化的需求旺盛 因此市政府在活化公有土地的作为上 我们必须要站在市民朋友的角度上来思考 所以澳子迪亭武BOT案是由市政府在不增加市政府的财政负担之下 由市政府提供公有的土地 透过引进民间的资金 然后不仅有效输解 我们高雄市的停车的问题 也将带动区域商圈的商业发展 增加就业的机会 增加政府的收入 而且为高雄市民朋友带来更多重的效应 市民的小事就是市府的大事 市民朋友对停车的需求可以说日益的增加 为了了解大家对本案的期待 为了市政府交通局在办理这个本案的过程之中召开了公经会 倾听居民的声音 将民众的宝贵意见纳入了评估的考量 并依照依据于我们促产法令 各个阶段逐一办理 最终终于选出了 一工营造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最优申请人 T5BOT案用地 位于左营区孟子路与文强路交叉口 景宁的捷运生态园区 站1号的出口 面积1231.64平方公尺 现况作为孟子公有停车场 提供38个小型的停车位 未来 一工营造将会投入3亿5000万元新台币 以BOT的方式新建 地上9楼以及地下1楼的建筑物 提供76格小型的停车位 71格机车的停车位 还有24格自行车的停车位 并且结合金融服务等办公的空间 完成复合式的立体停车场 新建时间长达3年 并且预计在112年完工 为了解决市民的交通问题 市政府近来除了努力推广大众的运输 共享运举之外 也持续增加了合理的公共停车的供给 提供市民朋友更多的便利 在这里要跟所有的好朋友分享 一个讯息 我们交通局政局长上任以来 真的是努力的为解决交通 高雄交通的问题 真的是淡金截律 全力以赴 我们现在高雄市民朋友 在应用大众运输使用率上 长期偏低 我们连10%都不到 所以交通局政局长在这方面 真的是花了好大好大的功夫 那未来有很多跟交通有关的 相关的所有的政策与事务 我们都一定会全力以赴 像前不久 我们推出了U-bike 哇 往后好评 大家对U-bike充满的期待 也是其中之一 那我想未来的高雄一定会改变 我再重申一遍 我们高雄啊 就像武侠小说的武当派一样 我们是具有后法有识 台北啊 北台湾是少林寺啊 先法有识 我们高雄的活力啊 一旦放出来 潜力啊 一旦放出来 高雄市的潜力实在是太巨大了 所以每一项工作 我们都抓得非常的紧 好像大家眼睛都在看着 防疫啊 路屏啊 水不通啊 灯亮啊 其实不止 每一个环节的工作 我们都抓得很紧 我们对高雄的未来 有非常大的期待 市府的团队全力以赴 今天呢 田武BOT案 只是交通建设的一环 事实上有非常多的工作 都在持续的进行 我们对未来的高雄 各行各业 大家齐心协力来努力 我们把防疫 大家团结把它提办 把登革日 狠狠的把它消灭 把水灾 台风 就严大所来 我们做好复制 然后让大家 外部的人 甚至国外的人 都愿意来到高雄定居 观光旅游 还有投资 我想我们高雄未来一定会改变 包括最重要的在 南籍地区 我们改建了全台湾县市政府 第一个 把南籍高中改变为国际学校 未来在市中心 再找一所 从幼稚园到高中三年级 十五年全部双 我们高雄市现在双语普及 我们很骄傲地讲 我们今年要从四十八所 二十四所跳到四十八所 明年 我们预计高雄的双语教育 要推广到九十六所 后年二十二二年全高校 所有的小朋友都要实施中英文双语教育 这点点滴滴 都是打造高雄 往下一步 非要所有的基础工作 所以今天来参加 庭武BOT案 我想我个人的内心非常的高兴 我们每一个居住长都全力 也要谢谢一工营造的林董事长 愿意投入这么多的资金 跟这么多的实践 我们一起来创造更美好的高雄 谢谢大家 谢谢 今天请掌声谢谢我们的韩劉宇凯市长 紧接着邀请到的是 来自我们一工营造五份有限公司 我们的执行董事林魏琪 林志冬 来为我们现场朋友说说几句话 欢迎我们的林执行董事 韩市长 周中区的政局长 以及在场的各位嘉宾大家好 我们一工营造非常入行 能够跟高雄市政局共同参与合作的本案 首先我非常感谢韩市长所带领的市长团队 特别是交通局的政局长 听工科的蔡特长 以及吴股长的政绩市 等人在这长达两年的企业的协助 才让本案能顺利的完成 再来我也同时非常感谢我们顾问公司 成都顾问公司的徐总经理所带领团队 还有荣应顾问公司 还有陈志晋建筑师 陈志晋建筑师 同的参与打造这个BOT案件 那本案的基地是在国外 如汉孟子墓交叉口 捷运生态园区一号处屋站 那是位于 汉省区在13圈内 那五分钟就可以到上高速公路 所以交通位置可以说是非常良善的 我们观察到近十年来 南高雄市的商圈已从南高雄转移到北高雄 但是北高雄年线的国外路的这些商业设施是比较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观察到这个现象 期待是以最新的建筑标准 为各行各业量身打造他们的商业空间 那这个案件是我们一共营造这三年第四件商业补动产开发案 先前我们已经成功引进了星巴克 还有UNIQLO 还有迪卡 分别为他们打造咖啡天鹅卖场 这次则是瞄准商业空间 我们是期待是藉由商业补动产的开发 能够吸引国内外的大厂商 来投资高雄 刺激高雄的就业息会 这是我们一共营造未来努力发展的方向 谢谢 谢谢我们的另一位心灵知识董事 也请您来附作 那么在这边呢 待会我们要来进行今天的活动主轴 也就是我们奥子顶庭谷BOT案的正式签约仪式 那么有请我们今天辛苦的 我们两位美女来将我们把这一个签名字卡 来往我们今天的市长 还有我们的直董来呈上 那么在这边也邀请我们的高雄市市政府 我们的韩国语韩市长 以及我们的一共营造股份有限公司的 林慧琴林执行董事 来为我们写下这份签约仪式 那么在这边也有请我们呢 我们的贵宾 来一起看着我们前面的媒体记者朋友们 我们一起来先合照一张 有请我们两位美女将我们这个拍子给举起来 谢谢 好的 那我们请的我们的贵宾 也可以的话来将我们起身 来看一下我们正前方的媒体记者朋友 好的 接下来是左方 右方的媒体记者朋友 谢谢 请副座 好的 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 来将我们这个正式的签约议事的板子 来移到我们的正中央 谢谢 好的 那请我们的长官 来往我们的左右两侧 来进行呢 待会要来这个正式的签约仪式咯 好的 那我们呢 有请现场所有的贵宾朋友 我们一起来倒数五秒钟 五 四 三 二 一 高雄市奥子底 題目 BOT案 签约于世 正式的来启程 掌声 一同来见证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 那么有请我们的市长 以及我们的知心董事 来为我们这个签约仪式的 来正式的来贴上去 也代表了我们这一份呢 为我们高雄市民呢 提供更便敏的服务 更繁荣的市集 来正式的启程 那有请我们的贵宾 我们一同呢 一样看着我们正前方的媒体记者朋友 我们一同来共同合影 留下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 接下来左边的媒体记者朋友 以及我们右边的媒体记者朋友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成余仪式 在这边正式的圆满成功 现场的朋友们一同掌声来祝福 天亮新高雄 江洪新亮点 在这边高雄市凹子底 挺鼓BOT案的亲密室 也祝福我们的亲密室 还有我们未来的所有的工程 都可以顺顺利利 圆圆满满 再次感谢我们所有贵宾的历礼 也祝福我们现场所有的 五位贵宾 长官 以及我们的媒体记者朋友们 大家周围人的每一天 都可以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 也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美好的一天 谢谢 那我们这边补充做介绍一下 有来自我们高雄市议会 李亚会议员的助理 也来到现场了 非常感谢您的与会 一同来见证我们 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 再次感谢我们所有好朋友的莉莉 也谢谢我们的长官推并 也谢谢我们的市长 也就我们的局长 还有我们的来自一公一造股 我们的这公司 我们的两位 这个贵宾我们也知道 以及我们的副总经理 也来到现场 也希望我们这一个BOT案 合作非常非常的愉快 给祝福未来顺利圆满 谢谢大家 所以我们这次的转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走开 我们这个转换